在这个世界上,相信大部分人都是害怕死亡的,为了缓解对死亡的恐惧,人们想出来许多的神话故事,说是死亡之后还可以投胎转世,也能见到自己的亲人,在那个时候就可以再一次跟他们团聚了。 很多人就会信以为真,从此在一定的程度上,减轻了死亡带来的恐惧感,否则的话一想到这,就真的太折磨人了,生老病死虽然是自然规律,每个人需要精力,但我们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感到害怕,恐惧的就是害怕死亡之后彻底地失去知觉了,从此以后再也不能感受人间的一切事物,而且这是永久的。 不想睡觉,第二天还能醒来,但是又不得不接受这一切,所以就把希望寄托在死后的世界,希望死了之后,会存在一个死人通往的地方,还能跟过去的亲人再一次地相聚,有过宾死体验的人,说出了真实的感受,很多有过宾死体验的人,都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感受,而且令人感到奇怪的是, 他们的宾死体验,几乎是出奇的相似,太让人匪夷所思了,一些人遭遇了车祸,或者是病危了,就会陷入深度的昏迷状态,看上去好像是快要死了,在抢救的过程中,完全没有什么意识,不过等到被救醒之后,他们都表示看见了死去的亲人。 医生在对他进行抢救的时候,他是完全没有反应的,感觉自己的身体非常的轻盈,突然之间就飘了起来,仿佛就像灵魂出窍了一样,此时他越飞越高,还能看见自己非常可怜地躺在病床上,医生正在进行奋力地抢救, 然后就飘到外面去了,也看见那花花绿绿的世界,越飞越远,来到了一个黑漆漆的隧道里面,就好像传说中的时空隧道,隧道的尽头发现了一束光亮,想要搞清楚这背后究竟是什么, 就会赶紧朝前跑去,接下拉心情特别的舒适,因为到了一个五光十色的灿烂世界,感受到了从来没有过的感觉,想一直在这里生活下去,再也不想回去了。 接着神奇的一幕发生了,看见许多死去的亲人,然后抱在一起相拥而泣,这些亲人已经很久没见了,再次相见的时候, 就会开心到极点,正跟亲人团聚的时候,突然之前自己就醒过来了,才发觉原来是躺在了病床上,经过医生的奋力抢救,终于把生命挽留住了, 有过宾死体验的人,他们的说法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比如见到了死去多年的亲人,难道人死后还有另外的世界, 死去的亲人就在那里生活,等到一天自己也离开了,就真的能跟他们团聚了吗? 人死时的感受是很痛苦的,甚至还会有一种灵魂跟身体抽离的感觉, 不过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有些人则是在睡梦中离去,所以走得特别的安详,经过隧道的时候,身体变得特别轻,就好像是失去了重量一样, 这些都是在死亡边缘被救回来时的感受,那些真正死亡的人,不能告诉我们感觉的,那死后真的能跟亲人相聚吗? 很多人都希望死后可以跟亲人相聚,这样就没有那么惧怕死亡了,但是科学家早已经揭开了谜底, 人一旦死亡了,就什么也没有了,更不可能跟死去的亲人团聚,因为彻底失去了意识,又怎么能够感知呢? 一位科学家,拉瓦西就做过这样的实验了,希望通过自己的现身,来弄清楚到底有没有死后的世界, 他跟柜子手说,在自己脑袋掉落的时候,如果还有意识的话,就会动一动眼睛, 在拉瓦西被砍头后,他的眼睛真的眨了十多下,说明那个时候头颅还有意识, 这个故事在证实里没有记载,但是在民间却广泛地流传, 哪怕这件事是真的,也不能说明什么,因为许多动物在被斩首的时候,身体依然是会找挣扎的, 我以前就亲眼目睹过一只公鸡,当它被砍头了,身体还在地上拍打了很久, 那么我们人体要比鸡大很多,哪怕头颅被砍下来了,还在挣扎几下也是正常的, 但是很快就会彻底地停下来,这并不能代表灵魂的存在, 拉瓦西之所以还会眨眼睛,是因为他的眼睛受到了大脑的控制, 哪怕头颅跟身体被分开了,但是大脑还没有立刻死亡, 所以才会做出一些反应,再说意识也不等于灵魂, 死后的世界还存在着地狱或者阴曹地府,那只不过是迷信的说法而已, 而且民间还有这样的传说,死后是要喝孟婆汤的, 就会让你彻底地忘记前世的记忆,所以更不记得活着的亲人了, 关于死后的世界,东西方都有不同的传说, 这都是不同的文化想象出来的而已, 根本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死了就是死了, 宇宙间的物质都是要遵循质量守恒的定律, 有生就有灭,死亡之后再也不能重新来到这个世界, 不能跟死去的亲人团聚,又重新归于灵了, 不过我一直有一个疑问,虽然我们不能跟死去的亲人相聚, 但是在多年以后,会不会重新出现一个跟我长相性格都一样的人呢? 作为一个曾经有过宾死体验的人,来讲述一下自己的看法, 当然,这一切都是自己的猜测, 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大家当个故事看就行了。 那是06年的时候,当时刚刚退伍回来没多久, 依旧保持着爱管闲适的热心肠, 那年的夏天异常炎热,于是就到洪雅去避暑, 就在眉山市洪雅县的青衣江, 当时刚刚吃完饭散步, 就有人说这有一个小孩子落水了, 几乎就出自于本能,赶紧凑过人群去看, 仔细打量了一下,青衣江的水量还是比较大, 水流比较湍急,但是已经来不及细想了, 因为那个孩子的头已经在水里面不停地沉浮了, 可以说随时都会没有命。 自己脱掉衣服就扑通一下跳下水, 拼命地往孩子那里游去, 最后好不容易抓住了孩子, 但是却被孩子紧紧地抓住手, 那双手就像是钳子一样, 根本无法掰开。 有过游泳经验的都知道, 那是相当危险的一件事情, 我也被孩子拖着呛了好几口水, 但是我拼命地游游游, 就在体力基本上到达极限的时候, 终于到了岸边。 几个旁观人赶忙将孩子拖了上去, 我也被拖上了岸, 但当时确实已经到达头晕脑胀, 大脑严重缺氧的地步了。 孩子刚刚被弄走, 我却因为站立不稳, 一下子又重新掉进了江里面。 掉下去的同时, 我就感觉自己失去了知觉, 然后感觉浑身暖洋洋的, 似乎在沙滩晒着太阳一样, 然后轻飘飘的, 似乎飞了起来一样。 就这样飘着飘着, 接着就好像进入了一条隧道, 在隧道的尽头有白光和金光。 在白光和金光中, 似乎有死去的爷爷以及奶奶, 在那里微笑着。 我本能地奔跑向那里几道光, 那几道光是如此的柔和, 比泡在充满花香的温泉 还要舒服好几倍。 这一辈子的经历, 似乎就像是电影一样, 任何细节都能够回忆得很清晰。 就这样慢慢沉浸其中的时候, 突然间爷爷奶奶推了我一把, 我似乎又重新回到了黑暗一样。 接下来是感觉肺部以及浑身都是疼痛, 然后强烈地不适应感, 让我几乎一下就坐了起来。 这时候我才发现我已经躺在医院里面了, 手上还梳着夜。 根据后来的人说, 我也是命大, 刚掉进水里, 就被冲进了急流里面。 还好, 水中冲了大概两分钟, 就被冲到了靠近岸边的地方, 然后两个小伙子就把我救了起来。 刚救起来的时候, 已经是脉搏微弱了, 大家不停地给我挤压胸腔, 前面为小孩子叫的救援队也到了, 就把我迅速送到了医院, 才捡回了一条命。 所以吧, 人这辈子还是要多做好事, 轰轰烈烈走上一遭, 做事无愧于人, 无愧于心。 这样, 就算有着另一个世界, 我们到了那里, 遇见我们的亲人和爱人, 也不会感到羞愧和抱歉。 您说是这个道理吧? 而世界上有不少的物理学家认为, 人的意识是电子和量子一块纠葛的过程, 它们只存在于人体内。 一旦它们脱离的人体, 也就会慢慢地消失。 也就是说, 人死了以后, 意识就会消失。 所以这个实验并不能说明灵魂的存在。 后来, 有一位美国科学家也做过证实灵魂的实验。 这位科学家找到了几位濒临死亡的病人, 然后把他们放在秤上。 当病人去世的一瞬间, 平均体重减少了21克。 因此, 这位科学家认为, 这21克就是灵魂的重量。 对于这种说法, 有不少的科学家提出了反对意见, 因为当一个人去世以后, 会从体内排出所有的气体。 而气体可以支撑一定的重量。 因此, 所谓的21克并不能说明什么。 其实, 科学就是发现, 只有发现一些事实, 才能证实一种东西的存在。 比方说, 从人类存在至今的三百万年的时间里, 一共出现过1082亿个人类。 而在1082亿人中, 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清晰地证明出, 灵魂是真实存在的。 因此, 在世界上, 根本就没有所谓的鬼魂。 鬼魂只存在于中国的书籍和神话故事中。 而神话只是人类探索自然界时, 人类凭空想象出来的一种产物。 而这种产物就包括了鬼魂。 既然没有了鬼魂, 更不会有什么阴间一说, 也就没有亲人在阴间团聚一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